粉红气球雨从天而降 伴随着尖叫声 上千民众伸长了手争抢 画面让人看了都起鸡皮疙瘩 大批民众抢气球乍看 还以为在喂鱼 近来因为适逢七夕情人节 中国多间百货公司 祭出了气球抽奖活动 能免费换取金条钻戒 化妆品还有购物金 电影票等礼物 引来民众争抢 但在河北苍州 这处商场万头攒动之下 果然传出踩踏情况 即使工作人员强调 没有人受伤 画面上仍可以看到 不止大人小孩统统摔成一片 走路还得跨过地上的人 各个人被撞倒后 消失在视野当中 有民众表示在22日晚上 原本开开心心去抢气球 但人潮往中间挤的瞬间 和朋友全倒在地上 还有人事后发了长文 表示冲击当下脑中 想起离太院事件 幸好最后平安获救 可怕的争抢画面 让网友说 简直像是丧尸群 令人只喊太危险 就不能换个安全的方式抽奖嘛 更有人批评 没必要拿命抢气球 只庆幸没有传出伤亡 否则齐齐佳捷若因此变调 也实在太不值得 三点新闻 林涵报导